这是我们青蛙大学的授杰有三本书 《断裂》、《施逢》、《博弈》 这三本书他们总结的 他们是一家之言 有一定道理 然后谁也不能说报导天下 谁也不能说是邱特派都对 他们总结中国社是四句话 结构更新 改革开放三十年 知识精英 脑袋使的知识精英 能够赚钱的 能够当官的 权力精英 能够赚钱的 财富精英 这些都是精英 用我们人民大学 这个儒学院的 这个话 国学院的 康小康教授的话 叫强强联合欺负边缘弱势群体 你是农民 要财富 没有 要支持 没考上大学 要权力也上不去 要财富也不会赚钱 边缘弱势群体 强强联合 欺负边缘弱势群体 所以他们叫结构定书 黑箱操作 什么叫黑箱操作 大事开小会 小事开大会 什么叫小事 说我一放几天家 你们大夫大会能讨论这事 说谁是故意偷接完人呢 这个你不知道 这是大事 大事开小货 小事开大 当然是寡头政治 什么叫寡就少 不是独的 独是一个 寡是少 叫寡头政治 叫权者同盈 或者叫婴者同吃 黑叫结构定型 寡头政治 黑箱操作 权者同盈 简单说 这是乡尔大学社会学习 给组织四句话 还出了三本书 公开发行 你们可以看 网上都有 断裂 适合你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 是一个权力金字塔 毛泽一去世 塔尖啊 效益平堂 因为毛泽自己说的 我在一个小时指导 我能把六二七干掉 所以说他的权力 是不说是约的 但是他死了以后 权力金字塔 出一个平台 小平台 谁上去了 这是比喻啊 发表的一个比喻 邓小平成员 做出现 周围有六个老大伙 一共叫八老师母 后来赵梁也说过 赵梁什么人呢 八大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改革放这时候 是四川省得迪书记 搞不错 叫要吃粮 找死粮 后来调到网东 表到中央总理 总书记 他死了以后 香港给他把他的言论出了 我去看 我举个例子 赵梁说 中国的大事 俩老头说了算 一个陈云 一个戴小平 对对 我解释为什么 毛泽流 周图朱 陈云斗 死了五刚 还剩两 第五八手陈云 管主治 人脉及其放后 第六八手林彪死了 第七八手邓小平 当区别主席了 所以说邓小平 毛泽东区别什么 毛泽东区别什么 毛泽东区别 陈云 所以说 中央的大事 俩老头说散 两个老头意见一致 这事就怎么办 不一致 这事拖着不办 我是他们俩的大秘书 赵梁四个说的 十三大 选一宿书记 改选一大秘 小平 陈云他们那包都去世了 叫做强人政治结束 这是前中央不转的话 强人政治结束 应该变成平民政治 没那么容易 现在叫臭强人 前平民 他这个仪式呢 他是仿照着 伯仁强倒塌 苏联解体 苏共解散 冷战结束 应该和平了吗 人说没有 叫冷战后 后冷战 冷和平 他是根据证来的 中国现在叫 后三十年前平民 这个阶段需要多少年 三十年到九十年